今天聊一下系统设计 因为看到板上有人在问 怎么设计一个online judge system 就像LeadCode这样的 那这样呢 就是说我也不是说会很深入的讲这个 我大概的一个思路说一下 就是说包括其实挺general的 怎么应对系统设计 像这位同学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东西这种题目 你肯定是先确定需求对不对 不是说哎呀 你看那个LeadCode 这么网站照的那个就行了对吧 我这就说你要一点点列出来对吧 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得把user scenario定出来 那这个同学回了 他说这个列一些细的 就是说他认为的需求是language C++什么对吧 concurrency 这个就想的有点多少用户了 而feature landed 就是说要不要customize case cass case 要不要console output对吧 这个就更加 这个其实还不是我说的需求 其实就是说 这个backend的use 那个这个完全就不是需求了 对吧 你后端用什么 那是后面的事 对不对 discussion forum and sorting algorithm 这个又是好像有点额外的feature的那个功能了 我说需求是什么呢 就有点像用户的user scenario 对吧 user scenario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 login login login比如说是一个需求 对不对 login 对吧 login login以后呢 你可以比如browse 所有的题目对吧 browse题目对吧 他有一个题目对不对 是吧 这个题目应该是存好的了 其实在讲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就可能就涉及到接口和存储 对吧 你一个是接口是browse browse这个API 对吧 你可以由叫什么 就是curry 就是一个get的操作 get的rest的API 对不对 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呀 然后你可能就要存这些所有的题目 对不对 这个storage是最后讲的 我还是说了 对吧 你一般是先先设计接口 你在讲那个use case user scenario的时候 就已经在讲这些事情了 比如说 你点进一个题目 对不对 那是一个具体的题目的details 对不对 因为他可能是title本来是 对吧 details 然后你可以submit the code 对吧 submit code code可以compile 就是他会 他会allocate的一个worker给你compile 因为我们假如说 那个用户多了的话 对吧 你可能不可能在一台全部都在一台机器上跑 对吧 那么这里涉及到就是说你首先你可以submit the code 可能是个post一个操作 从结果上来讲 你是提交一个代码 对不对 那server端拿到代码以后 他就要dispatch到相应的worker来做这个动作 做这个动作 对吧 处理 对不对 最后他有result以后他还要notify you 对吧 他也是个 是一个response 或者是他发邮件 或者什么的 或者是就是他出现在网站上 网站上的话 你到底是pull还是get 对吧 你是做一个get的操作刷新才能 才能看得到 还是说一个pull 对吧 可能我们 大家知道 如果你知道websocket这种这种的话 他就可以 就等于他是一直连着的 他这个长链接 对吧 他就可以在server端做push push就让你得到更新 对不对 是吧 那么你可能还有historical的 你的submission 这个code都存着 对不对 所有的用户有historical 我觉得这种是 这种呢 就是额外的 就是相对来说是 额外的功能了 你肯定要讲核心的 核心的就是一个用户的scenario 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 对吧 一个普通用户 你到网站上来 你能做什么 对不对 啊 我 use case 而你在use case的时候 他就往往设计到接口的定义 对不对 设计完接口以后 那你就可以设计中间键 还有那个就是middle layer 还有那个存储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你是 你至少可以定义哪些 你需要哪些数据 其实在设计存储的时候 你要想你要设计哪些数据 对不对 然后才能定存储 对吧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讲存储的 对吧 你有哪些数据啊 用户对吧 用户有哪些信息啊 这个这个怎么姓名啊 email啊这种 对吧 你还要存那个题目 对不对 是吧 problem 对吧 或者 然后你可能还要存每个用户 他相应的那个提交 对不对 是不是 代码 是不是 特别刚说的 这可能涉及到你要用 slave machine 就是你可能 需要管用那些slave machine 或者work machine 去用来除 因为你要跑他的代码 还要多少 要记下多少时间 benchmark 对吧 这些都是可扩展的 没关系 他们有点 不能 可扩展的